古装全眸言情剧作《凤求皇》正在湖南卫视钻石剧场播出 剧情可谓是跌宕起乎 让观众欲罢不能 有观众点赞到 剧情发展如此迅速 真是丝毫不敢停下追剧的脚步 该剧讲述了南北朝动乱时期 山鹰公主刘楚玉与门客戎指之间 发生的一系列肝肠寸断的全眸爱情故事 剧中刘楚玉携刺杀目的而来 假扮山鹰控制公主府 小心翼翼不补为营 被山鹰的烂情买单 颇有男人气概 不过楚玉本身倒是当不起君子 只是一个被命运捆绑的乱世佳人 不同于关小彤的往日角色 这次的楚玉评为谈谋间 有狠 有邪 还带有一点点的胃 因为我的医生 就是被人开吐的 楚玉喊出这句话时 眼里满是愤恨和任人百度的不甘 刚而不应 既符合气质身份又完完全全 传递出了怒气 剧中的驸马和楚玉给人的想象空间很大 剧中驸马的镜头比较少 因爱生恨 有夫妻之名却形同陌路 女主与她匆匆闪过的画面里 清晰呈现出山鹰和楚玉的差别 高高在上将她视如粪土玩弄于鼓掌之间嘲讽的是山鹰 李戴却似陌生人的是楚玉 让人无法意测出她爱的是山鹰还是楚玉 爱到变态爱到无奈可恨可悲 而楚玉的弟弟刘子叶 他用杀戮自我保护来填补自己的害怕 用血迹点风雨飘摇的地位 把唯一理智一点点的亲情给了山鹰 给了一心要杀了他的楚玉 填补了他所需要和想象的一丝微光 可最终还是熄灭了 他是注定要下地狱的暴君 短短一生都充斥着自我挣扎和毁灭 楚玉的门客戎指 对人狠对自己更狠 过心肠胆动袭全局 轻易操控他想操控的一切 这样的人本是无懈可击 却遇到了生命的意外 楚玉 他们互相成就彼此最大的劫难和救赎 这部剧的人物复杂立体 哪个人物更戳中你的心呢 而你深色涌我入怀中 一字一句誓言多深重 一念中有柔情千秋 如我梦之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